八卦拳每一个你不管是走掌还是每一个套路都用这个收 什么原因 这个东西是属负的 就是在八卦掌里面 你们还没练到 八卦掌里面是这个式子 它是属负的 属负的 八卦掌是这个式子走 所以八卦的每一个式子 八卦几乎 你不管是走掌还是套路 它都是从阳起 从阴落 离宫是最明显的 从阳起 你们两仪也是从阳起 是不是这样子 从这边 这边起来是先走肝 肝起来到心 是不是 从阴阳到阳 阳阳阳阳 再下来阳阳到阳阴 再到阴阴 再起来 听不懂 所以它都是从阳起 从阴落 所以所有的收都是到腹部 都是到属负的 所以这个式子 这样子 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就是 就是这个掌 就是八卦掌的这个掌 属负的 所以它变化是这个 所以你是到后练 不管你练多久 你练什么东西 到后来都是回到腹部 腹部是阴阴 是不是这样子 跟肾是相对 相对应的嘛 都是归于腹 才收 这样不懂 这样懂 所以腹 它的动作 你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的动作 你看这个是 这是这样子 所以它这个打出去 是这样 一翻 这样 腹部是什么筋 你们都不记得 腹是跟肾相对嘛 阴阴嘛 是不是 它是膀胱筋 肾跟膀胱相表里 它是膀胱筋 膀胱筋在背 膀胱筋在背 所以只有这个式子 背是攻的 背是攻的 上下拉圆 所以你这个到这个地方 胖 这个 这个是这个力量 你看 腹部出 腹部出 腹部收 你看 腹部收 所以你这个卷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力 是朝里 朝里一起 朝里一收 这个力量一收 力量就从背上 上上上上来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 腹部出去 腹部出去 腹部收 上背 起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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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的力量 这样懂吗 所有的收拾 全都是这样的 收 好 好 呼 好 好 来 馆